客艙乘务人员提醒一下乘客 我们这辆飞机可能会晚一点起飞 我来联系一下塔台 这塔台不让我起飞啊 哎 塔台塔台 什么时候可以让我起飞啊 我再不起飞就晚点了 这边所有飞机都已经起飞 接到塔台的通知 我这辆飞机正在维修 检修的过程当中 不让我起飞 我的飞机也没有出现啥问题啊 赶紧让我起飞了 别修了 别修了 赶紧让我起飞了 我再不起飞就晚点了 这机场就我一辆飞机没有起飞了 终于起飞了 在空中飞行 看着雷达上显示 哎 这雷达导航怎么回事 全都失灵了 完了 飞机内部的电力系统出现故障了 导航雷达全都失灵了 重启试一下 哦 这重启也没用啊 准备返航机场 飞机的发动机也没啥问题啊 还在运转当中 不能再继续飞行了 下面有机场进行迫降 准备迫降机场 由于现在飞机的雷达导航全都失灵了 飞机内部已经全部停电了 不能再继续飞行了 在空中没有导航雷达 容易迷路啊 准备返航迫降机场 看到机场跑到了 准备降落 现在飞机内部没有导航雷达 只能由手动来操纵了 准备降落 提醒乘客系好安全带 看到跑到了 放下起落架 放下起落架 哎 这咋回事啊 飞机电力系统出现故障 这起落架都放不下来了 只能强行着陆了 现在飞机没有多少燃油了 不能再继续复飞了 对了 飞机已经成功降落在跑道上面了 飞机的机身正在和跑到地面进行摩擦 发动机已经出到地面了 哎呦 这发动机和地面摩擦 导致温度过高冒烟了 打开广播 提醒乘客 从安全通道撤离 现在有紧急情况 请大家保持镇静 有需严谨的通道安全撤离 谢谢